欢迎收看五期全能事务所 发家致富 一起来 我是刘寒竹 2024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三个月了 无论谁明年入主总统府 我们小市民只管现在政府释出的利多 现在就要用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针对各个 对于房产房贷 甚至是租房补助种种的政策 一一来剖析 让专家告诉我们 怎么抓住这个选前政府释放利多的好时机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房产专家叶国华叶老师 韩主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仁俊哥 韩主好 好 还有室内设计师George 韩主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George 好 首先我们就从即将拍板的 囤房税开始谈起 新政院今年是通过了 房屋税条例的修正草案 也就是俗称的 囤房税2.0 这款将在2024年的7月1号上路 2025年5月申报 房屋税的时候就会适用 那么首当其冲的 第一个是手上有长期库存的建商 而且新屋的影响比旧屋还要明显 甚至还有人预期说 房东一定会把多出来的租税 去转嫁到住客身上 这个好像也很正常 尤其是这几年的新招屋跟金华区的 个案影响会最大 所以马上来问叶老师 到底囤房税2.0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带来哪些好处 是用哪些族群 囤房税这一次囤房税2.0 其实政府是想降低某一个人 持有多户房子这样一个状况 第二次还是继续一样 防止这个所谓的这个土地 就是房屋的炒作 所谓的居住正义 我们一定要让什么房子 人人买得起 所以不要让你囤房 你真的说得不够好 就是这样 那囤房税2.0 会不会达成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这样来讲 因为这个囤房税 过去只有在台北市 有实施这样一个囤房税 那事实上对台北市的 这个房屋的交易的量 确实有产生所谓的 特阻下降的一个效果 那这一次这个税 其实是全国 它是总归户 不是只有台北市 是把全国的房屋 把它累计总归户起来统计 那如果你超过第三户 第四户的话 接下来税就很高 我们来看看台北市这样子 如果你拥有第四户 得税 假设你A户的房屋 课税限值是30万 是 30万的话 现在的税率台北市 第三户以上就是3.6 所以它原先的旧制 这里是用3.6 算起来 是10800 就是这一户房子 今年就是克10800的 这样的一个税 对 可是 屯房税2.0之后 它的税就变成 14400块 因为升到4.8%了 它已经4.8%了 这样的税 这样的税 你看到这个增加非常之多 所以我们看 假设它有这四户 ABCD这四户 分别把它加起来 分别都是3.6 变成4.8之后 你看 它的总税额 从39600块 来到了52800块 这样增长幅度多少 大概33% 33% 所以各县市政府 如果针对这个 所谓的多户的房屋 它的税收就增加了 这么高的一个%数 所以这件事情 会让很多 比如说 很多房子的房东 比如说 我过去曾经 去到一栋房子 我想开发它 你知道吗 对 那卖 结果呢 你免费 这都租人的 那四五的 嗯 四五的 两只电梯 这样上去 各七层楼 不就28户 对啊 没有一户要卖 嗯 我想这次就特董 如果这个适用于它 就妥当了 它一年的税 就会增加了很多 除非呢 它真的很大胆 就是我的税 全部都让房客 它过去就是2吧 了不起2 现在变成4.8 就是过去 它只要缴100万 现在就要缴240万了 欸 差很多欸 当然差很多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问你啊 政府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多户的房屋的屋主 把房子拿出来卖 你认为会吗 哎呀 其实 我觉得好像 如果说担心短期的那个 现金有弄不过来的话 好像应该要先卖个几户 我认为他们都不会卖 我认为他们都不会卖 但是呢 他们不会卖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少数 对这个总价来讲 还有这个所谓的租金来讲 事实上感觉是很多啦 事实上不是很多 所以但是呢 对哪一种人会有影响 就是对建商 因为建商如果面对了这个房市 不好的情况 对 他房子卖不出去了 一年卖不掉 他也没有想办法去化 对 两年卖不掉 三年卖不掉 我做这个产业这么久了 我是遇过很多坡次 是卖不掉的状况 那建商如果被迫持有房屋 拿在手上 他的税率呢 就一路拉升到4.8 那还得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 让是不是会让建商 愿意降价卖出来 这值得观察啦 有机会喔 是 好 那所以囤房炊 他基本上是要保障自住者 他的利益是这样子 是不是 没错 其实我觉得 这个我们政府这一次设计这个 其实是有萝卜 然后也有棍子啦 所以萝卜就是说 如果你自住的话 这一次他是全国总归户 他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自住 你跟Pay 就是你太太跟你的家属 假设那一户是自住的话 对 他从现在的1.2 把你降到1.0 你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开心嘛 对不对 你一定很开心啊 对 可是呢 他告诉你 如果你不是自住的 不好意思 他就开始上升了 就是从1.5到3.6 甚至到4.8都有 对 但是呢 他也特别针对这一次呢 有什么样特别 他会放松一点 就是说 你看他为了释出 让更多的房子出来 给我们的年轻人租 所以他告诉你说 如果你的房子有出租 而且有申报所得 达到租金标准 他有个规定的一个标准 我呢 把你的房屋税 降到1.5到3.6 各位猪友 刚刚是不是第四户 以上到4.8了 对啊 对 他把你啊 2024 以前是降1.5到3.6 2024以后 他把你从1.5 降到2.4 有没有从3.6 降到2.4 诶 这样子 对啊 变降了 降低了啊 对 他意思是说 韩族 如果你有第二户 第三户房子 你要试用到1.5到3.6的话 对 如果你愿意出租 而且去申报的话 你是这种房东哦 我让你的税降低 也不错啊 你感觉政府也对我不错啊 对啊 其实他就是为了让你说 你把房子拿出来 租给所谓的房客 而不要把它收起来 然后让人家租不到啦 你就会变成是 我们租屋的提供者 这个意思 第二个呢 如果你是继承取得被迫嘛 什么叫继承 那我就在上班突然通知我说 你们你爸爸以前在哪里 曾经有一栋房子要继承给你 瞬间我是不是 假设有五户的话 我的税率是不是就很高 所以他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被迫继承取得的 购有房屋的话 你的税率呢 以前是1.5到3.6 现在降到2.4 也就是说他不去商级无辜啦 他整个这个政策的设计上 不涉及商级无辜 那另外刚刚我们提到的建商渔屋 艺术工两年内的 你把它卖掉的话 原来是1.5的 他把你上升到2 艺术工你赶快卖 你不要持有那么久 赶快卖 然后呢 如果薪质的话 最高也是到3.6 他也没有让你更高 所以呢 对建商来讲 他的持有成本 一样是会拉高的 但是他希望你快点把它卖掉 市出 就是政府要去打这个建商 不要打这些大老虎啦 然后尽量去实施居住争议 好像感觉呢 选钱这个利多 一定要把它抓牢牢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关心租屋足了 总统蔡英文说呢 政府今年推出了 房贷支持专案 辛勤安贷款 还有扩大租金补助 持续推动包租贷款 种种种种 要让大家可以租得起 住得起买得起 而行政院在2022提出的 300亿元 中央扩大租金的补贴专案呢 最受大众瞩目的租屋补贴金额 也从1.2倍提升到1.8倍 说是要让你有感加码 可是任俊哥 这个政策真的让租客有感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来讲 真的是会有感觉 因为比如说刚刚讲说 买房子的补贴 我真的必须说 很多人可能想说 我要买房 第一个头款都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很多人其实在工作 或者他现在是住家的部分 很多他就是有租屋的需求 所以这一次丢出 这个所谓的300亿来 来帮助租屋的这件事情 那时间是到明年的 这个12月31号嘛 可是我认为 他放宽了一些的资格 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有差别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人 比如说他在高中 国中的那个街 他就跟家里住嘛 可是你念大学的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离家背景 大学租屋真的好心酸 对 除非你有办法抽到学校的宿舍 不然很多时候 你可能就到外面去嘛 那我们以前其实在这个 这个规定上面 因为受限于我们在民法上面 这个所谓的年龄的这个限制 你要20岁或什么 那我们现在因为 已经下修到18岁了 你知道在这一次的 这个租屋补助里面 他一样犯宽到18岁 就是你大一新鲜人 基本上你大学一出去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也可以申请这个租屋的补助 我跟你讲那时候差很多 你知道吗 对 你现在到学校旁边去 租一个房子 好歹一个月也要12000吧 要 对啊 我以前为了省钱 去租6000块的 你知道就是跟亚房 跟家共用厕所 是 你知道晚上每次 那个厕所门一打开 就是有黄金在那边等着我 要死我 那时候真的是贵了 因为那时候根本 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没有这些补贴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补贴 真的要让人家有感的 其实不只是说 年轻人18岁就受贵 因为很简单 18岁有些人经济还没有独立 他对他的原生家庭来讲 这种的补贴的放官 其实就是帮助 第二个是什么 你知道 在一些身份别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也都给予了一些放官 比如说 我们过去大家比较看到 就是所谓的弱势啊 或什么的 可是你看这一次 有一个叫做40岁以下的单身青年 我老实讲 我也符合 不是 我们现在对青年这个两个字 那个标准一直往上修 你知道吗 不准说我是中年 没没 你绝对看起来是少女 就我们现在过去 很多人觉得大概20几岁 这种叫做出入社会的青年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 确实是因为薪资的 这个所谓的状况 不是如预期当中的 那个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40岁他可能也没办法结婚 对啊 那所以这一些 他在经济上面 表面上面说 他好像已经有一个 社会的工作历练了 可是问题是 他在很多的部分 其实还没有达到就是说 我可以有建立家庭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他这些身份 不断的帮你放宽 甚至包含到什么 我们现在不是讲说 要奖励生育吗 对 那我鼓励生育的话 你看他如果育有位成年子女的 你可以看到 他每个人数不同 还给你加倍 这个1.8倍真的好像 勇敢的 鼓励你生到第三胎 你讲说我乔龟杀胎 第三胎怎么办 我继续努力第三胎 我跟你讲他也有 他说如果你超过三个的话 每增加一个人 我就会再给你补贴金额再增加 但是坦白说 租屋虽然是有补贴 蔡政府2016年全面执政之后 有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件 就是在8年之内 要兴建20万户的 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但是我们来统计到今年8月底 社会住宅有8.5万多户 目前还有3.5万多户 社宅还在兴建中 甚至连开工都还没有 所以我们要请叶老师来帮我们 介绍一下租社会住宅条件 但是我们要检视一下 再怎么缺购也不能这样吧 已经过了7年多 蔡政府的社会住宅 还一直无法达标吗 OK 各县市的所谓社会住宅的申请 都有它的标准 所以各位到各县市政府 去下载这个所谓的申请书 然后填妥之后送到县市政府 这里面有一个资格的审查 是什么东西呢 最难的就在这边啦 对 资格审查 比如说家户的这个所谓收入 不能超过多少钱 它有规定 因为它毕竟是给低收入户 优先嘛 所以这里面每一个县市的审查 资格是不一样 那这个县市呢 你如果被通过抽签 因为这个东西 各位记得以前有个合宜住宅 对 你以为那个条件限制的很严 好像没有多少人 那个板桥那个合宜住宅 福州合宜住宅 才4000户 总共有25000人去抽嘛 当然最后就抽中那4000嘛 4000你被抽中很开心 请假来选屋 就早一天来选屋 选屋之后再签约 那这个选屋是什么呢 其实我告诉各位有一个美港 有些人选完屋之后呢 他不一定会来住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变二房东又租掉了 好坏喔 每次都是就是会败在这些人手上 没有办法 我就是选选看嘛 政府送给我的啊 我就选上了 我就租给我 可是我马上要调工作 我又被你解约 对不对 有人要跟我住 因为便宜嘛 所以我就二手再租给他 到底有没有赚钱 不晓得啦 但是这件事情对于这个 在都会区里面上班的这个年轻人来讲 他确实有非常高的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那么总之呢 社会住宅这个证件支票 就是重要的政绩的指标 那么像是有提出了 这个八年任期要新建 5万户社会住宅的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 他现任的时候 我们也来检视他 结果他新建了多少户 2万户 这个达成率呢 只有百分之40 然后呢 现在这个担子呢 就设宅的工程呢 也传出了 还有品质有重大的瑕疵 你又没有达标 然后品质又有瑕疵 让新建认的蒋万安市长 就感到很头痛 大家都头痛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居住的这件事情 其实对很多 不管是年轻人 我老实讲 像我这种中年人 也会很有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 我们讲说像社会住宅 或刚刚讲到像和宜宅 这种东西 都是由政府啊 不管你在土地的取得 或者在房屋的新建过程当中 希望能够帮民众 减轻很多的这个负担 所以你刚提到说 柯文哲这个 很多人讲说 你是不是跳票啊 你不是说5万 变2万你知道吗 对啊 我昨天问他们 这个前发言人 不是我跟你说 我们很多地方 是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他们反过来讲说 接下来讲完 你就负责减彩就好了 就把它弄好 我跟你讲 重点不是在有没有减彩 是你盖了这些房子的品质 怎么样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 你知道 比如说内湖这边 有一个这个 刑查社区 对对对 刑查社区 因为他就在我现在租屋的附近 这样子 我每次经过他的时候 超有感觉 事实上他也不过就之前 才刚交屋而已 结果你在照片上面 看一下这些地方 蹦蹦蹦蹦 看了我都觉得怕 而且其实他不是因为 你看这个 迫顺的空袖 你又听过这个 结果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个就是屋顶 那你如果经过地震或什么 老师我们现在其实在隔间的部分 有一些这个简历的部分是可以让你隔 可是如果也没有地震 你这样动不动 你确定这个钢点椒不是40年的房子 没有没有钢点椒 40年的可能会像这样 不是 我可以讲 事实上你现在看到有很多地方 不只是这个所谓天花板均裂 包含到这个 包含你看那个管路间 管路间这个你看这个就很可怕 为什么 它就咳水了 水就渗进去了 那你代表管路出现什么问题 理论上来讲那个管路应该是整条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在管路的部分 会用颜色来区分我里面所流动的 到底是污水还是什么的 那你这个渗漏的情况 说真的 你全部都封起来之后 你要怎么去抓了 而且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刚才你知道他们有些人 这个交屋的时候 他们进去交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说 我是不是我这一间有问题 然后他们就隔壁去问一下 我们家的地方在流水 这边就变开 那说真的吗 我们家的廚房也变开 就他问一问之后 以为说这个可能只是个案 没有想到是好几间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变成是大家的标配 对 那我老实讲 看到这一张我会怕你知道吗 你把这个是在乌克兰亲戚打滑 没有 他说我墙壁这边就掉下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想 旧局跟国华兄看到这个 应该也会觉得说天哪 这个房子告诉你说 刚交屋没多久 你一定会觉得很夸张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常常在教民众说 当你在选择房子的时候要选择大品牌 有幸运的建商 这样子不要 因为有时候在一些县市 或有些土建商 小小的那种就是给你盖完之后就倒 然后随便给你盖一个房子 这是政府盖的 这是政府帮你弄的 对啊 所以很多人讲说我可能不相信建商 但我总要相信政府 结果政府交给我的房子是这样 你一定会讲说这是个案 这是特例对不对 虽然大概是这个社区 可能是这个社区啊 他当时在监工啊或是到的时候 出现一点小问题 结果后来发现到不是你知道 这是另外在大同区的另外一个社宅啊 我告诉你 一开始大家看到这个会议 天哪 这个房子你买到赚到 为什么你知道 你是买房子还送你田园造景 花果山水联洞送给你 可是问题是像这种东西你应该在户外 对不对 钱有小盒 绿地如荫 但是呢他现在告诉你说对不起 花果山水联洞在你家里面 怎么办 这变成家里这里有花灑 我们连蓬头都不用装了是不是 我跟你讲一般来讲 我们就有自动撒水设备 是你的烟雾侦测到的时候才知道 他现在告诉你我随时随地都在撒水 你看这个消防管线嘛 消防管线这一块你看它整个这样 水瓶整个这样流下去 那怎么办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一开始发现的时候 不是这样大规模 说真的 你这怎么交物 他们这个其实工程交了大概一年多左右 租户开始发现到说他们开始 陆续一开始是渗水的情况 而且其实在包含到管委会 中控市中控那些地方 都有出现这样一个情形 好问题就来了 你说你们不会反应吗 当地的租户还真的一直在反应 可是你反应了 公还没来修 然后吸就开始了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一段一段的 那我必须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种所谓的 这个应该也算是公共工程之一 那我今天政府发包给这些厂商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有厂商设计而已 因为他还有监造 那你政府本身来讲 其实你包含到验收点收 而且你不能讲说我到最后那一段 我其实有时候觉得政府最讨人厌的是什么 你知道你只要跟他讲说这边有问题 他就跟你讲我还没点收啊 我还没点交啊 我还在验收啊 可是对于民众来讲 我就已经住进来一年了 你要告诉我你要验收到什么时间 对啊 而且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这厨是政府建议的 政府把他建议好 结果到最后都搭这种东西 花果山水连洞 我跟你讲住在这里面了 完全都没有觉得自己很开心 觉得自己好像什么 变成生物工 但是呢是被人家大闹天宫的那一个 天哪 而且重点是还有一个 就是我反映了一年多之后 现在柯文哲就已经 不好意思我们市政府整个坏人 麻烦你再重新再来讲一次 对所以可能对于新交接的 这个这个蒋万安市府来讲 他还有新的工程 他也必须要去注意 可是像这种旧的东西 你市府一交接完了之后 对于民众来讲 我好不容易 问问到一间房子 可以住对不对 不管我是买或者是租 但问题是呢 你现在造成我这样的一个困扰 我还不如自己花钱到外面去租 还省掉这些问题 对啊 旧局是不是修比重新建造还难啊 修真的很痛苦啊 因为很多很多装房厂商 他宁愿做新的他也不想修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就是 不管你是屋主还是房客 都一定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 我们来想想 回想起9月22号晚间5点半 发生在屏东 明阳国际科技工厂的火灾 当时延烧了28小时 爆炸了 那第一批冲入火场抢救的 消防队四人殉职 总共是造成了9死110伤 还有一失联的惨剧 还有呢 在今年的8月底 有一位来台湾发展的 预级通告艺人 他叫做大九宝永泰 他位在士林的这个租屋处啊 发生了火警 好在呢送一抢救之后 让他恢复了生命迹象 但是呢 他真的是差一点就命丧 在这个顶楼夹盖的套房 我们要请仁俊哥去还原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你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个 我说真的 大家刚才有火烧厨都会怕 而且对于消防员来讲 他立刻必须在4号搜 要去找到这个起火点嘛 那目前研判是讲说 他在这个所谓的厨房啦 他那个上方有一个 那个冷气的室内机啊 很有可能是从这个地方 是最原始的起火点 但是我们现在讲说 起火的原因 有可能都有非常多种嘛 那主要就是说 你刚刚提到那个大九宝永泰 因为他其实是日本人啊 当初是地震的时候 三一地震的时候 他就来到台湾这边 他也觉得说台湾很好 所以他对台湾是非常友善 他不只住在这边 他常常会分享 就是说他在台湾生活的 这个点点滴滴啊 结果没有想到呢 你知道他虽然当时被救出来的时候 他本身其实没有被火烧到 可是呢 因为那个浓烟啊 呛或什么 对 所以其实最多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个 因为你的肺部啊 那些东西啊 其实都受到了伤害 那我们就回来看哦 事实上他所发生的这个位置 很多人讲说 啊火灾遇到问题就赶快逃生啊 想办法逃啊 你只有五楼而已 五楼都没办法 我跟你讲他真的有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他住的地方是顶头夹 那我们讲有些比较老的这个公寓来讲 顶夹的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所谓的 那个面积的问题嘛 对 可是你要早期的那种顶夹 你如果整年以前的啊 不好意思你就盖好盖嘛 你知道吗 所以有很多地方变成是你顶夹的部分呢 你就算出了问题 你也跑不出啊 因为你门打开 顶多只能往下跑 那你如果起火点啊 或者你偷偷没有注意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想跑都没办法 除非你要干嘛 你就要变超人 但我觉得很难啊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难啊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 房东在里面怎么隔肩 这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 是最近发生的新闻 可是之前啊 在这个台东 在那个中和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是屋主啊 他就买说 我要买那种旧的公寓大楼啊 那买公寓大楼之后 买进来之后 你看他买了好几成你知道 结果他买下来之后 他不是自住 他不是说我家人口重多 他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哎 没错 他就开始切 我里面一间里面 后来发现他三楼四楼五楼 你才折起来 然后就开始隔间 五间十二间十三间 这样一间一间隔进去 好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法规 最大的问题 当时综合那个地方 发生灰修处的时候 我们也去问这个相关县市政府 他就讲一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没事 就进去检查人家的房子啊 对 真的没办法 如果你是现在社区型的 你跟我讲说 你有这个公共设施啊 或什么的 那我还可以执行校方检查 可是在传统旧的 这种房子里面 因为他今天房屋 所有人他没有通议你进去 你总不能跟他讲说 我怀疑你里面干嘛 不能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黑数是这样 就是说我今天房东买下来之后 我就自己在里面隔间 隔个三五间我跟你讲算是很有良心的 很正常的我做过隔八间的 对 厉害的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一个进去一个床 然后一个厕所 然后那个桌子就小小 然后跟你讲说什么都有这样子 对 但其实老实讲 就什么都有 但什么都很小 问题就来了 还有一个东西是 如果你今天要这样隔 比如说我一个房子里面30坪 我跟你隔了五间 他是连客厅都没有了啦 对啊 可是你隔了五间之后 你只要一发生事故 你要去哪里 真的是 左边的人也要跑出来 对 右边的人也要跑出来 我们三个刚好撞在一起 然后全部都跑不出去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 比如说像George George他们在做室内设计 他一定会要求到 我房火箭材全部都要有 可是对房东来讲 我现在房子里 你知道吗 你给我住个一年 搞不好烂掉很简单 我用最便宜的箭材 当然啊 那你搬走了之后 坏掉就坏掉 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重新卡掉 再来抹一斤就好了 给你美奈版就已经不错了啦 对 所以有那个装装帮给你看 但是那个太夸张了 你知道 这样问题就来了 所以他在里面的消防的设施 这个所谓的安全里面 是没有办法跟以前固定的 这种一般正常装潢来比 反正就是全部都给你用最低配 最减配就对了 这样他才能达到年老三百万 而且你知道吗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谈的是 一个租客的安全 可是你刚提到说消防员这个 其实当时在有很多的大火里面 变成是 我以为这个房子是一个正常的民宅 那正常的民宅 我可能隔间就是三间 或三房两厅嘛 他就这样问你 那应该是三房两厅 结果没讲到里面去五房十八厅 那你怎么办 所以消防员 而且你知道一火灾的时候 其实如果他不是耐燃的 或者是隔热的材质 他可能瞬间就烧 所以有很多的消防员 他基本上进去的时候 他就是拿自己的命在玩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一部分来讲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真的很可怕 所以你看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几户 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面隔成什么样子 哇塞 我们随便就挑一户来算 一二三四五 我的天啊 你以为他里面一百平 我已经失去了那个算 对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他没有走道 所以他这个走道 你现在再回来看 他这个走道是不是这样子 嗯哼 嗯哼 你在走地图吗 还是在走迷宫 所以真的要跑出来 最衰的就是在最里面这个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嘛 对 那我刚刚讲你也要跑 你要不要所有人都要跑 所有人都都撞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在看到就是说 现在对于政府来讲 对于民众来说啊 我今天我也是花了钱租一个房子 可是如果政府永远都告诉我 讲说不好意思 他是属于民用住宅的部分 他也没有商业登记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执行 我的消防这个安检的时候 对于这些租客来讲 说真的 你要住到一间房子 你要安全的 要住下去 你真的要拔杯 这时候就要请教乔治啦 他多年的这个实物经验 在装修的防火设计上 有哪些撇步 或是说 我已经跟我的设计师说 我要防火的建材哦 结果呢还是被那些 无良的设计师给蒙了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火灾的新闻 我是真的很心痛啊 因为我觉得那些打火弟兄 其实很辛苦 那追根究底 我觉得防火的建材 选择很重要 但有一点我觉得 一定要追根溯源 就是说 房东的心态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大概十年前我公司 那时候投资客密度很高 大概三个 就有来找我一个 三个就有一个是投资客 但是那时候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通常就是要安全 要健康 要设计要美观 但是这些投资客 要的都不是这样 他就是给你做最低标的啊 做好做满 有建材有多便宜 就帮我用多便宜 以防火建材来说 我先分为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天地壁 我们来讲天 也就是说天花板的部分 我现场有带一些建材 其实你可以看到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细酸钙板 它是耐燃一挤的 这个东西呢 就很适合做在天花板 它就可以等于说耐燃的时效有 那再来我们来讲墙壁 墙壁我现场放了三块 这三块呢 这个是石膏砖 9公分的 这个是11公分的石膏砖 也是空心的 这个是陶力砖 我知道大家听得捕萨 这个石膏砖 跟这个石心跟这个空心 差别差在哪里 我们自己这几年比较常用是这两个 石心的代表它的壁挂能力比较好 所以你要掉挂一些重物 其实你要用这一个 但是这个空心呢 它的隔音效果比较好 空心的隔音效果反而比较好 因为空气会在中间做抵触 它在空心的地方就可以做抵触 然后这个陶力砖呢 隔音效果非常好 比它更好 问题是成本来说 这两个我们讲CP值 你知道我做很多客户 台湾人有一个通病 便宜自百病 真的 只要便宜就好 有这么贵 只有这么贵吗 不就是砖吗 但其实这些东西 这些建材本身 你要去用对地方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要套房 那隔音效果很重要 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空心的 那你不要用木隔间 你知道会发生火灾 都是顶楼 还有老公寓 你知道很少发生在新道 为什么我等一下会说明 那这些都是墙壁的材质 现在其实我们很少用红砖 因为它太重了 对 然后我们再讲地 天跟壁讲过 我们再讲地面材质 地面材质其实 最通用的 你要防火的 那就是磁砖 那现在很多人会铺 木地板 木地板的 像超耐磨木地板 现在很少人铺石木 因为石木太贵了 那超耐磨木地板 它的表面材质 其实都有做一层 阻拦的效果 但阻拦而已 也就是说你一些什么烟蒂 它在这个地方是不会烧起来 但大火还是一样 但我说天地壁 如果你都顾好的话 基本上你会居住的比较安全一点 当然还有两个地方 比较容易被遗漏的 再来就是窗帘 窗帘其实都有防火窗帘 或防燕窗帘 对 这些东西都要 你买的这个 因为它成本会比较高 那你都可以请厂商提出相关的数据 然后最容易被遗忘就是大门 我们的大门 防火大门 其实现在对这一件事情 那个要求非常的严格 我觉得这非常合理 因为有时候你家安全 别户不见得安全 稍过来 你第一个大关卡 就是你的防火大门 那防火大门呢 其实都会有个名牌 它会比在上面有防火标章 那以前有一些不孝业者 就是会用黏的 去买来用制作黏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都你的购买证明什么 都要调查的很清楚 那其实讲这么多 天地币这些材质我都讲了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它必须要有证明 其实我们现在室内装潢 都要有是申请试装许可 百分之九十都符合 那你试装许可 政府到时候 就会要求你提供这些证明 因为最后 它才会发给你一个俊工的证明 在台北市 现在是用书面审核 未来我不知道 但在新北市 它是现在 现阶段是用抽签的 你只要被抽到 它会派人来现场 把你当初申请的图面 还有你的证明 全部来检释 一一检释 对 因为我真的就被抽过一次 但抽到不是衰 就是因为你真的 就是安徒施作 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 合法地去施作 我要加码一个东西 好 来第七个 第七个大地雷 很多人都想要干尸分离 对 他想要把浴缸拆 他有想要浴缸 又想要干尸分离 可是浴室就这么大 欢迎回来武器权能事务所 我是刘寒竹 对于第一次装潢的人来说 想要什么风格 什么剑彩 大家通常都无啥啥 只会说 我想要那个感觉的 很高尚的 很轻奢的 但你最怕的就是钱已经花下去了 还踩到地雷 所以乔治接下来就是你的真心话时间了 真心不骗 来 我们整理出了 网友很后悔到垂心肝的地雷装潢 有六大地雷装潢 可是其实有一些让我蛮惊讶的 因为有些都是现在很流行的设计 比方说像是卧榻 还有说像是奇怪 电视墙跟吧台在家里装了也不错 但为什么会变成这六大地雷装潢 其实这个是我最喜欢讲的系列 因为在我的频道的粉丝 很喜欢看我讲这些东西 那里面有些你会觉得 怎么会有这个 对不对 我来帮大家一一做破解 第一个间接照明 这件事情我跟你讲 大部分应该是说 以前的长辈很喜欢做间接照明 其实我也是 他会有一个层次 你也是对不对 大家 我不要暴露自己的年纪 但是间接照明 他的好处是因为他的灯光会比较柔和 但我跟你讲他的缺点 真的是 他会积灰尘 对 他真的会积灰尘 然后你不要跟我说 你会清理打扫 不可能的 对啊 通常就是住完新家搬进去第一次 你只清第一次 后面你就让他掉了 但是偏偏 我们有时候做吊影式冷气 那个出风口 我们会藏在那个间接的上面 对 哇 不吹还好一吹 上面灰尘 全部下来了 你知道那九天玄女降漏降漏 而且如果你家有过敏而的 你做你那个灰尘全部 你会一直觉得全身很不舒服 所以现在间接照明 我比较采用新式的 我们一样是一圈 可是我们不要有做那个 可以累积灰尘的灯勾 对 我们一样用线形灯去扣一圈 他一样去不要是直接的光源 他一样是反射的 他可以有柔和效果 但是他不在积灰尘 我觉得间接照明是很多人的迷思 为什么不要做间接 我觉得做得很好看 很好看 但是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没有 居住过那么多的空间 他其实不知道优缺点 所以呢 听我们过来人的经验 间接照明真的 能不做就不做 现在有一些新的 灯光呈现的方式可以做替代 好 再来第二个 霸台 我跟你讲 乘几何时 每一个年轻的屋主 都希望在家里有个霸台 我家有个霸台 喝个咖啡 上面有个吊柜 吊个红酒杯 晚上的时候三不五时放个音乐 在那边小酌 对不对 我知道我也年轻过 但是我跟你说 霸台不是不能坐 但我们现在双北的趋势是什么 小宅 对 小宅的特色就是 你连餐桌可能都没有位置 你跟我说你要霸台 不要硬塞 对 而且小宅里面 大部分的建商都只给你放冰箱的位置 你连电器柜都要想办法 我都主张小宅 你是不是连茶几都不要买了 沙发买一字型的 所以霸台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可是在大坪树里面 霸台我认为它是一个一定要得需要的 因为如果中岛跟霸台一旦结合 那个高低差 还有你使用的分类 跟你划分的区域特性 我觉得霸台会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但是小宅真的 我们先把实用 不要越急打怪 对 我们先把实用用好吧 你不要收纳都没有顾好 你顾那个霸台 我跟你讲 霸台很容易变什么 堆放东西 我跟你讲真的桌子 你没有用餐桌习惯 你买一张餐桌 最后上面就是堆一堆东西 我有朋友 他那个霸台上面 就用那个钢架 没有 掉那个红酒杯 对 掉红酒杯 结果过了大概三四个月 我再去他家的时候 上面掉袜子 对 变衣架 因为下雨的时候 衣服不能拿去 因为改挂袜子 所以他有一点就是要看屏数 不是不能做 好 那我们讲第三个 卧榻 我就更要分享了 这样很多人要哭 大家现在很多设计师 都会推荐你说 家里这个边边 我帮你做个卧榻 让你享受窗边设进来的阳光 不得不说 我也常常帮人家规划卧榻 但是卧榻会有一些先天性的条件 如果满足 我真的真心建议 满足什么条件 你要先看看你家 先站在窗户旁边 先打开外面看 你家卧榻是不是看合景 有没有 是不是看山的 如果他对面动具只有很近 看到对面的 如果也是看别人家的袜子 内衣酷的 我觉得你做卧榻 其实没什么衣衣 因为你不会想要躺在那边喝咖啡 因为你看那边就觉得 你没有心情了 然后再来 那个卧榻呢 我觉得可以兼当一个客人来 临时的床 对 临时的床 但是如果那个客人 你家是基本上不太会有亲朋好友来拜访你的 我觉得你还不如留给他一间 真正的客房 当然啦 跟你的交情好不好 交情不好 所以卧榻我觉得还OK 但是呢 那个卧榻呢 他要有兼具收纳的功能 那如果你要收纳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评估你的窗台 因为我们的卧榻其实会坐45公分高 坐这个高度是有用意的 因为当你卧榻不使用的时候 你坐下来 它就是一个一般的椅子的高度 对 但是如果 你的窗台下面有90公分 你只坐45公分 你是不是还浪费45公分 所以这时候你要去评估 你家是这个卧榻比较重要 还是收纳比较重要 如果收纳重要 我建议你直接加高变成矮跪 你可以增加你的收纳量 不要为了你自己曾经一个梦 去做一个卧榻 想像自己喝杯咖啡 看着那个合景 但是你去那个有没有 那个住饭店才会有那种心情 你在家里 我没有看过屋主 后来有在使用卧榻 说真的很少 说中很多人 所以这样听下来 如果你家的窗景不够好看 你还不如把那个 你不如不要做卧榻 你还可以多一点自己的收纳空间 这样算一算 对 比较划算 如果你是小宅 你收纳就不够了 你做什么卧榻 做什么卧榻 你东西都堆在那边 你根本也不想上去躺 一棒打醒梦中人 好 来 电视墙总不可能省吧 没有 第四个电视墙 我知道有些网友 他主张不做电视墙 这件事情我认为也是要看 因为在小评数里面 其实我真心建议 现在我们的收看模式正在改变 你不一定要买电视的 我是真的有客户 用投影 对 直接用投影 那投影步步对不对 你想要省钱是不是 现在甚至还有投影期 你直接上7就好 整个墙壁都是你的投影步步 但是呢 如果在小宅里面 你要节省空间 你是可以不要做电视柜 你简单的油漆 我觉得一面素素的墙面 因为其实也不大 不宽 你知道我们最好看的电视墙比例 是长方形的 对 4比3的比例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正方 因为你格局比较小 偏正方的 我觉得你在做柜子 其实那会变得很 很笨重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在大屏树 你如果不做电视墙 我觉得整个空间的比例 那太奇怪了 对 会很空 所以你会发现常常那些豪宅 或是大屏树的 他会喜欢用石材 因为石材有纹理 来个银壶啦 石材有纹理 你这样整个比例上面 才会好看 那小屏树的 小屏树的电视墙 我建议 你不想要空着 你也不想要白墙 你可以用我们这样特殊漆 它也是可以有纹理 而且你的成本可以大幅下降 所以电视墙 不是不能做 我觉得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屏树 什么样的属性来做 那年轻人 一天到晚滑手机 那你做一个电视墙 你又不用 其实你干脆就不要做 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 你真正生活的需求 你的需求你自己最清楚 我们设计师看过太多屋主了 我不可能百分之百了解你 但你要提出来 我会帮你去选择最适合你的 我们再来讨论 所以电视墙 讲完了再来讲第五个 地板增高跟天花板收纳 这个我要先跟各位长辈 说声抱歉 因为会提出这个要求的 通常都是长辈 就是大概五十五十五岁以上的 他就会说 我跟你说年龄 你老师说你啦 我要天榜 我要收我的名牌 肚子要增高 我要和事 我要收很多东西 我觉得地板增高 其实不外乎就是为了收纳 天花板收纳呢 但是我说真的 天花板你要收 我们要开一个检修口 你开太大 你整片它移动的时候很重 放上去就不会想拿下来了 你开太小 你又放不了什么东西 那你花钱做干嘛 那地板增高也是 你放到里面的东西都会容易发霉 而且久了你就不会想拿了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 蛮饥肋的一个设计 再来最后是踢脚板 阿嬷的房子 踢脚板以前我们做 其实因为我们拖地常常会撞到墙 对 所以它是等于说这种防脏的概念 可是现在大家在扫地机器人 或是那种无限的吸尘器 所以踢脚板 现在很多屋主都买新房子 他有附踢脚板 第一件事就要求我先拆掉 最后我要加码一个东西 好来第七个 第七个大地雷 很多人都想要干湿分离 对 他想要把浴缸拆 他又想要浴缸 又想要干湿分离 可是浴室就这么大 所以他就会出发去想说 总监 Jorge我跟你说 我看到有人把干湿分离的拉门 坐在浴缸上面的 这样我就两个都有了 绝对不要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财经区很容易滑倒 你只要滑 第一个你如果不做伐手 不做扶手 你容易滑倒 但你做扶手又觉得自己好像年纪大 所以你不想做 所以那你滑倒怎么办 你看在浴室滑倒都很严重 对 都很严重 那再来你干湿分离那个玻璃 其实那个是滑轨的 所以他那个水啊 那个都会积在这里 全部就会变发霉 然后再来你干湿分离一坐上去之后 你手其实会有阻碍 因为我们的浴缸 只要70到75公分 可是干湿分离需要85公分以上 其实男生壮一点 他洗澡会去壮到 所以我说第七大地雷 不要在浴缸上面做干湿分离 你要就选一个独立起来 不要这样做 他那个时候呢 找到我们 只给我们的三张照片 这三张照片 全部都是台湾没看过的风 所以这时代不同 其实很多建材都已经被新科技给取代了 像我自己呢 就有觉得印象当中呢 有很多地方呢 可以去慢慢的去把它改善 而且会觉得 原来我不需要直接买到石头 原来我不需要直接买到那些贵桑桑的建材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Joji他曾经分享过 那个食材呢 用气的就能达到 好像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大理石的效果 所以今天呢 Joji就真的来把这个作品来分享给大家 今天这个作品 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 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这个屋主喔 先介绍他的背景 他是国外回来 他人在国外念书 那国外回来 他其实很向往那种国外的建筑 那他其实回到台湾 这个地方在南港 精华地段 那他自己工作压力其实很大 他那个时候呢 找到我们 只给我们的三张照片 这三张照片 全部都是台湾没看过的风格 所以我们来看喔 这个30年的老屋 后来你会发现 他好像国外的房子一样 这个30年老屋呢 在这个地方门口一进来 这是原始的格局 这个是他的客厅的位置 其实格局不错 但是他其实28坪左右 对 所有的格局已经不符合他的需要 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全部砍掉重链 把格局重新配置 那韩主席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对啊 为什么突出来了 我们做了一个玄关 哦 原本没有玄关 我们做了一个玄关 那这个廊道一进来呢 他会有一个端井的概念 一进来的效果 但其实很特别的是 在这个廊道的两边 我们用了特殊漆来做出仿岩石的感觉 在这一块对不对 我刚才在想这边是什么 等一下还有照片更清楚的 那以前我们用特殊漆 它是平面 对 它有纹理 这件事情特殊漆办得到 但现在我们用特殊漆做出它的凹凸 城市感 不知道的人一进来 他以为那是真的岩石 你知道这个墙哦 屋主爱的要死 而且我跟你讲 这边的灯条也是你设计的 打下来在凹凸有致的地方 非常有FU 让它的纹理跟它的质感 全部一览无疑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格局砍掉虫链 做出了一个廊道 变出一个走廊 因为一开始没有走廊 一进门就看光光了 那我们不希望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格局重新配置了 那这个地方 是一幅什么 画 这个我看有点像什么甲虫 又很像芭蕉叶 没有它就是一个斑马屁股的画 对不起我的物性太差 因为屋主他其实很喜欢深色的东西 然后他深色的东西 他连画他都不希望有太多颜色 所以你看斑马是什么 黑白条纹的 那他的深色的那个底部底色 但其实他不只是一幅画 他是一个隐藏门的路口 等下我后面会有介绍 因为他里面是他的一个最隐秘的书房 我们来看下一张 我们把客厅搬到中间来了 这个地方 它本来就是边间 它采光很好 对不对 我们把客厅原本在看大门口 一进来的地方 我们搬到里面去了 让客厅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藉由采光 你看上面我们做了一个穹顶的天花 为什么 我说过打造一个洞穴风 洞穴风一定是有圆弧 有它的不规则的形状 它不可能都平的 但你现在看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 室内装潢 其实天花板都是四四方方的 对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打破了这些规则 然后让采光怎么进来 明天暗访 客厅一定要明亮 精神就会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哇 这一个是刚刚那个 等于说客厅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这边可以看得到 刚才你说的这个很有凹凸有致的 这个颗粒感 而且是不规则的 对然后你看这个廊道一进来 这个走廊现在是这样进来的 走廊 这个整个是客厅玄关的地方 一进来 我刚才说的那张照片就是 屋主给我们的那个照片 就是只有这个灯跟这张餐桌 其他都没有了 我们要从这个风格去衍生 现在我们把餐桌的位置 放在整个房子的正中心 我其实在设计的时候 我很考虑轴线的概念 你的洞性要合理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回字型的洞线 你看一般的住家都是一字型的 就是我走这条路通哪里通哪里 可是这个回字型的洞线 会让空间使用起来 整个场域你会更有氛围 然后客厅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还有这个 这个壁炉 洞穴嘛 总是要有壁炉嘛 你看这一个圆顶的 那个圆弧形的 它这个房子 我们设计的时候所有的柜体 基本上门片 我们都是用特殊漆去做 所以不知道的人 你会觉得它是个造型 其实打开里面 全部都有收纳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 刚才大门一进来 我说那个斑马屁股打开来 后面 这就是他屋子 这就是他的书房 然后等于是在这个空间 原本客厅的空间 我们把它独立隔间起来 会变成书房 你知道吗 这个书房 这个路脚椅 这个路脚椅是屋主 特地从国外搬回来 这真的好像雪茄馆 在这个地方 他希望营造书 因为他其实爱看小说 然后他希望我们打造那种 好像哈利波特那种书柜 那种有没有 英式建筑书柜的 可是说真的 这个是老屋 他的屋高真的不高 我们有跟他讨论过 其实打造那么高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屋高就2米6 2米7而已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灯光 还有一些氛围 其实打造他一个能够自己 他说他可以在那边一整天 他甚至其实比待在客厅 他更喜欢待在书房 因为书房的隔音效果也很好 他可以在那边阅读一整天 然后泡杯咖啡 其实这样子 那个氛围灯光打上去 他就忘记出来 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会忘记时间 对 然后这个鹿脚椅 他这个上方躺起来都非常舒服 这个是他的主卧 主卧的原本的窗 就是我们一般的老中古屋 但是呢 在主卧里面 他有几个要求 就是第一个 他想要打造成外太空悬浮的概念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墙面 除了是很像月亮岩石那种 月球表面 对 月球表面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还刻意做了一个太空人的灯 碧灯 那在柜子 在主卧的部分呢 一般来说都会有衣柜 对 屋主很特地要求 不要 因为他把原本的三房 有一房变成更衣间 所以在主卧里面 他希望我什么柜子都不要 只要给我床边柜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纯粹就是真的以风格为主 自己他自己最开心的世界 他在里面 所以他说看到深色黑色 他才会放松 但有些人看到深色黑色 他会觉得很压迫 压迫 所以我说建材本身没有对错 就是每个人喜好不同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主卧的设计我们是这样 这个厨房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一般传统厨房 超级传统 现在这个厨房呢 它的原本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我们把它搬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厨房 那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厨房很特别 跟你一般看到不太一样 我们中间有镂空一大块的 穿透式玻璃 对 可是你印象中的厨房 是不是中间都是腰带 都是有烤漆玻璃或是石墙的 跟这个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想要打造的就是说 后面有一条走道 这个走道后面 这个还有一个窗花 它接着后阳台 你从这个地方 主卧进来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廊道 可以达到它的更衣间 那这个透明玻璃的用意呢 主要是在用餐的时候 它看着对面的那个廊道 有点像是翼廊的感觉 好 乔治你待会 马上联络那个屋主 因为今天节目之后 我啊 叶老师啊 还有任俊哥 我们待会就去参观一下 非常想看看 对 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啦 不知道今天的介绍呢 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觉得说 哇 眼睛一亮 让曾广建是曾广建 我们从房贷 租金 建材 以及装潢 都开始聊到 所有跟房子有关的大小事 欢迎大家呢 到五期全能事务所的 脸书粉丝团去留言 更是邀请大家 订阅东森地产王的YT 并且开启小铃铛 保证让大家更加懂房子 感谢收看 我是刘寒竹 请持续锁定 每周六下午1点的 五期全能事务所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